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夏轩搭配着深色牛仔裤 再配上一头慵懒的长卷发 整个造型特别有份 不知不觉陈慧山今年已经49岁了 岁月在她的身上留下了不少的痕迹 她的身材不再苗条 皮肤也是没有从前见治 但是岁月的增加 同时也是让她增添了不少的韵味 让她看起来女人外水族 公开的第二张照片就是陈慧山母女的合影 2007年出生的女儿如今也有13岁了 罕见露眉的她打扮得十分朴素 白色T恤搭配着黑色小背心 脸上戴着一副方形眼镜 她抬着头对着镜头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显得很自信 女儿眼睛不算是很大 脸也是圆圆的 让她看起来很憨厚又可爱 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虽然陈慧山没有公开老公钟家红的镜照 但是从此前曝光的一家三口同狂照来看 女儿的五官和脸型都是像结了爸爸 去年6月 陈慧山亲自监制了一部 以教育为主题的节目《放学后》 播出之后带来很大的反向 为此她一早就是准备了开拍第二部 只是受到不可抗力的影响 开拍一再延期 最佳才终于落实在11月开拍 陈慧山表示 今年会先拍开学前 明年则是拍在学中 希望这三个节目能够带出众生自教 教育生命 以及懂得如何做人的理念 陈慧山感谢全市人马的嘉宾体谅 以及无限量的支持 据悉 荆棘嘉宾仍旧有不少的名人 包括于湘宁姐妹 足球教练陈万婷等等 还有主动提出出境的女儿 陈慧山透露 其实从三年前开始 无论是我们嘉宾 赞助商还是其他人开会 女儿都会跟着 在一旁听着 在这个过程当中 女儿也是从从前的有点小害羞 到现在有信心打出第一步去接触不同的朋友 身为妈妈的陈慧山更大赞 女儿自学能力很强 从以前而不宜出境 到今次主动成为一份子 希望和朋友一起出境分享有一些意义的事情 原来女儿已经知道了什么是有意义 什么是人生目标 我真的很开心 更难得的是 女儿已经开始懂得关怀别人 陈慧山距离 有一次放学下雨 大担心同学会塞车吹道 又担心走路上学的同学会被淋湿 陈慧山认为 作为父母不需要交小朋友 但是可以跟孩子们分享 让孩子们自己去经历 也不用担心子女入不到好的大学 孩子们会找到自己的热情 不用太紧张 这些都不是问题 提起陈慧山 相信爱看港剧的观众朋友们 都是不陌生了 在九十年代末到两千年初 她曾经是TVB的当家花旦 与郭克颖 蔡寿芬 轩轩 并称为四大花旦 拥有着高学历的陈慧山 充满了书卷味 因此她一出道便是收利捧 且经常出演专业人士的角色 譬如她在《见证实录》 《妙手人心当》剧中 所饰演的医生 律师等角色 都是很入行入隔 让人印象难忘 时至今日 我有门提起娱乐圈 最有知性气质的女明星 她依旧是榜上有名 可惜 陈慧山最近几年已经不延期了 今后她现在又开始制作节目了 期待她的星座 陈慧山不算是大美女 但是很有耐看 她在戏里演绎的大多都是充满知性美的 血型女性 陈慧山说 创世纪里一决对我来说 算得上是白玉光 陈慧山出生于香港 后来家里移民到美国 与美国博士顿学院传播系硕士毕业 毕业之后幸运地进入到博士顿电视台 如果博士遇到了钟伟明 可能他就只是一个在博士顿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钟伟明和陈慧山算是一见钟情 当年作为华人工作者 陈慧山当时在美国的电视工作的 真的是困难重重 两人一商量决定回香港发展 这条路无疑就是走得很正确 回到香港之后 陈慧山顺利进入到电视台 在明珠台新闻部工作 担任新闻节目以及天气节目的主持 记者以及编道等职务 凭借着专业的职业素养 陈慧山很快就是在电视台站住了脚 1996年陈慧山遇见了邓特希 他是TVB知名导演何简志 他将陈慧山转职成艺人 在《一号黄天舞》里面试验大律师一角 虽然是第一次拍戏 但是陈慧山表现得特别的优异 具体播出之后得到大家的喜爱 可以说是一句成名 而后的陈慧山在《见证实录》里 他成功塑造了一个坚强独立 聪慧自信爱憎分明的女发衣聂宝颜 这是他首次挑大梁 却创造了一个经典的角色 直到现在 《见证实录》都依然是经典的侦探剧 而聂宝颜也是个特别经典的角色 他独立自信 对事业的坚持 有人甚至还因为这个角色选择做发衣 陈慧山也是成为很多观众心力 事业心女性 以及职场偶像的代表 开篇的时候就说过 创世纪当中的角色就是他心里的白月光 在戏中的陈慧山是扮演一名律师 但是和欧子强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她是千金大小姐 父母的掌声明珠 只是做了一个小小的事务律师 因为工作的原因认识了叶蓉天 和叶蓉天没有在一起 这是我永远的一男朋友 之所以他和叶蓉天没有在一起 据说是因为当时的陈慧山身体负荷太大了 倒居而睡不平衡 没有办法再继续拍摄下去 编剧之后是改了剧情 而在这之前 陈慧山和钟卫明也是刚办理了离婚 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两人成就的聚首力多 感情慢慢地转弹 两人和平分手 十几年的感情 陈慧山在感情的终止那一刻 选择了坦然面对 急躁分手 不托你带睡 他觉得这样对彼此都厚 这是一个独立女性独有的魅力 2002年 陈慧山凭借着去世后巴里 高佩仪的一决夺得世后 若航五年 陈慧山终于如云以偿地拿到了世后殊荣 他和蔡少芬 轩轩 国可盈 并称为TVB四大花旦 而到了2006年 陈慧山宣布自己在美国已经秘密结婚 丈夫就是自己的经理人钟佳红 同年他又宣布怀孕 暂时告别娱乐圈 后来陈慧山产下一女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然而幸福美满的生活持续到了女儿四岁的时候 丈夫钟佳红投资失利 宣告破产 陈慧山也是被上了债务 为了帮助家庭还债 陈慧山再一次宣布付出 但是陈慧山离开娱乐圈的这些年 TVB早就有新人上位 陈慧山也深知娱乐圈的法则 他为了更好地充实自己 活得更精彩 在处境比较困难的情况之下 他重返校园 去香港大学修完了硕士课程 又继续修读了博士 这应该是TVB史上学历最高的花旦了吧 在这期间 陈慧山又是揭闹了曾志伟的邀请 和李若彤 李立珍等联合主演 女人俱乐部 他演了一个反派角色 这也是继陈慧山在格式追凶之后 第二次饰演反派角色 2019年和五线结束合约之后 陈慧山自己做监制 回归主持界 他还主持了一档新的节目 放学后 主要是邀请老朋友一起畅谈 成长经历 育儿心得 还邀请了萱萱 吴振宇 胡馨儿等一众老友做嘉宾 陈慧山不管是做电视台的新闻工作 还是做演员 他都是保持做真正的自己 他把事业型女性塑造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他是我心里面最当之无愧的事后 他对爱情呢 是敢爱敢恨 坦坦荡荡 永远充实着自己 这样的人不管走到哪里 他都会取得成功的 希望女生一家能够过得幸福快乐